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孝权马之劳 直到最后不离不弃 不求同生 但求同死 抗争到最后也没有逃之夭夭 近年来 刘彦卿出演的多部电视剧 给更多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永不磨灭的番号中美军队长文天海 被观众誉为四 大恶人之首 战雷中的兵王卢勇 代表国家出国去为何 抬雷铁骨铮铮 内心回忆小女孩被炸时 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柔情似水 秀才遇到兵中全剧无台词的春江英雄哑巴 歌赚取了观众大把的眼泪 胭脂中是死不缺的军统特工老乔 于赵丽颖饰演的胭脂上演 虐心好戏 无不让观众感动至深 多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更使其收获了众多好评与点赞 被誉为表演深入人心的实力演员 其路兄弟 重登浙江卫视 该聚于每周三 周四晚登陆浙江卫视星空剧场 几年之后再次重温 相信当年的刘彦卿 也会带给你不同的感受 另外 刘彦卿近两年 已经逐渐往大影评电影上发展 近两年在大影评中 是阿上市最适中的派出所所长 心理最诚实之光中的拆弹专家 东北娘们儿中的匹坏人 范于自豪 干水苍茫面山红中铁骨 蒸蒸的脸上韩子清 目前正在拍摄的贺岁喜剧电影 还在紧张 那拍摄于保密阶段 刘彦卿表示 第一次触碰喜剧 难度还是很大的 但这次一定会给观众带来一个 耳目一新的人物角色 至于电视剧 刘彦卿表示 遇到好的剧本 或是具有挑战性的角色人物 还是希望自己可以在表演上 有更大的突破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责任编辑 张家慧 UK049 分享 在相关热读 欢乐送二安迪 未婚先运的为爱付出 知道吗 正在热播的电视剧 欢乐送二 虽然在豆瓣的评分 没有第一步高 但所引起的话题 还是非常有讨论价值的 在前期宣传中 官居尔黑化成了焦点 因为它打破了观众 脑海里的乖乖女形象 而安迪的未婚先运 虽然 每个人的看法褒贬不一 但还是引起了吃瓜群众热议的兴趣 作为一个从美国回来的高级商业精英 有着高挑美丽的身材 还是知名 公司高层的安迪 无疑是众多人心目中的最佳择偶标准 可面对这个才华出众 又有气质的冷美人 从欢乐送第一步到欢乐送二 已出现了三个身份不凡的追求者 首当其冲的就是魏魏 白手起家的他因为金融风暴的重创 和社会的历练 让魏魏成老一个心思深沉 让人难以揣摩的人 无论对谁他都有一层防范之心 魏魏和安迪因为网络而相识相知 和安迪像建党相恋 他一直在隐藏着 第一 四和安迪见面 他选择地铁出行 这无可厚非 毕竟对安迪一无所知 以他的身份选择性防范 也是合情合理 对安迪的背景 他选择暗中调查 得知安迪的身体情况 他选择咨询医生 表面看起来非常关心安迪 但职责是在弹算着利弊 魏魏透析着安迪和他身边的每个人 在他面前安迪没有一点自己的隐私 并不断地渗透到安迪的生活中去 相爱的两个人对于彼此是应该毫无保留 可他又是等到何时才 将自己的全部告诉了安迪呢 显然这段感情让安迪透不过气 最终散场 老谭 谭宗明 作为欢乐送两步 以安迪背后的男人 默默地付出会没私信吗 高高在上的他 在安迪每次遇到困难时都会挺身而出 这位护华使者 对安迪的这份超越友谊的情感 就是一份不能说的爱 因为他的身份是名流比微微还高贵 他接受不了和安迪 在一起后所面对的问题 拥有的太多就不能让自己输 老谭很清楚自己 输不起 所以他只能选择沉默地去爱 而安迪的第三个男人包一凡 他和老谭不同 小包总给予的是 义无反顾的热情似火 终合了安迪这个冷美人所期望的爱 他的行为让安迪感到心花怒放 忘却烦恼 这个俗二代公子哥 肯定有着非常华丽的放胆过去 看透了浮夸的表象爱情 这次心甘情愿掉进安迪的温柔乡 是人定了愿意坦路真诚 一份真正的爱情 对于男生来说 是可以放下任何包 服的就如同一个孩子敞开心扉的去毫无设防 欢乐送礼的微微做不到 因为他爱的是自己想象中 希望的安迪老谭爱的更多的是自己 就小包总付出的是最真实的爱 在剧中安迪对于男女之间的亲密行为是有点畏惧的 可小包送给他的却是动不动就是亲亲抱抱 根本就没把他当作是一个病人 慢慢的安迪的心房就被解开了 未婚先孕也就水到渠成了 可这样毫无心房的荷尔蒙反应未爱 付出真的值得吗 对于有着传统观念的人看来 安迪是豪放不羁 一个放荡的富二代公子哥 对安迪的爱是真心付出 还是一时的玩乐呢 这在我们的生活中 也有着类似的人 这个心结真要看透 还是需要用时间来磨练的 对安迪来说 小包总看似完事不公 但他却对安迪的爱看得非常通透 虽然不停地纠缠着安迪 可小包总从没伤害过他 还非常尊重安迪的选择 这就是抱一反取悲于魏魏的地方 即使碰到婆媳问题 小包总对安迪的爱也未曾改变 可现实生活中又有几个男生能做得到呢 真正能做到未婚先孕未尝不可 可现实大多是一时冲动的荷尔蒙反应 引起的未婚先孕 未婚先孕未有可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